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还什么都不会的人 此时直接卸了妆 周六 我参加老公裴云的同学会 宴席上 一个长相比较柔弱的女生来给我和裴云敬酒 酒却洒在我的白色裙子上 他忐忑不安地向我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他低头 柳叶眉 水汪汪的大眼睛 脸颊边小小的酒窝 俏皮纯真的模样 他穿着粉色蕾丝裙 脸色银白 盈盈一卧的小蛮腰 怎么 想挑事呀 陪云平时最会调节氛围 他故意打去道 女生一脸愧疚 双手搅着裙子的薄纱 陪云大大方方地向我介绍 这是我大学同学徐峥 对不起啊 姐姐 弄脏了你的裙子 这该怎么办啊 正常人的反应是立马不救 而这个徐峥却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懵懂吾 只样子 裴云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怎么一点没有长进呢 还是和以前一样毛手毛脚 裴云将身上的西装披在我肩上 带着我去换衣 徐峥 我之前或多或少听过几次 和裴云的关系还不错 属于从小玩到大的那种 是一个小有名气的COS博主 只不过之前 我一直以为徐峥是一个男孩子 吃饭途中 徐峥当着众人继续格用我 姐姐 你看着好年轻 你好会化妆保养呀 他叹息 不像我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 我听裴云提过 徐峥读书早 他这是暗讽我年纪大 说我底子不好 只会化妆 一而再地挑衅我 是吃准了我脾气好 拿他没办法 可是道理 我从来只讲给民事里的人 对于这种绿茶 我向来喜欢打直球 以赛制报 我将酒直接泼在他脸上 故作手足无措 不好意思 手滑了 徐峥被红酒浇了满脸 他一愣 似乎没想到我会动手 他咬住嘴角 眼睛通红 盈盈的泪光闪烁 他哆嗦着嘴唇 姐姐 我已经很努力和你好好相处 你为何还是这么敌对我 陪云急忙拿用酒店毛巾替他擦干净 他眼泪汪汪直接窝在陪云的怀 中 气不成声 我忘了告诉他 红酒中甚有酒精 相当于卸妆水的矿物油和干油三脂成分 此时融化下 他精致淡雅的妆 被陪云擦了个干净 我没接话 只是暴毙观看 空气忽然变得安静 真落可闻 偏有一人声音温良 故作关心 打断了画面的沉静 徐峥 你的睫毛怎么掉了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男人 戴着金丝眼镜 一袭白色西装 手中拿着香槟漫条丝里喝着 这人陪云给我提过较高正宇 打小便和他不对付 此时更是不嫌事大 众人闻言 纷纷暗中打量徐峥的容颜 被红酒浇灌后 徐峥眉眉毛稀 假睫毛一边也掉了下来 整个人狼狈不堪 徐峥捂住脸 哭着冲进洗手间 宴席上的气氛顿时变得极其凝质 裴云脸色阴沉 灵脚 你这是干时 吗 我耸肩 起身离开 优雅笑道 敬个酒而已 别大惊小怪 出去时 高正宇叫住了我 他向我伸出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你好 我叫高正宇 我逆着他 我和裴云是夫妻 算不上你的朋友 他收回手 笑容散漫慵懒 迟早会是朋友的 我和裴云是相亲认识的 用我妈的话说 就是彼此之根之底 并且性格相符 家境能匹配 当晚 裴云喝得醉醺醺的 他到家踢掉皮鞋 坐在沙发上神色微韵 临角 你今天发什么疯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 还会倒打一耙了 我静坐在沙发上 你不应该先和我解释一下 你和徐云什么关系 妈 裴云的手一顿 就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从小玩到大 你不是知道吗 既然只是朋友 为什么他再三条信我 还故意给我示威 躲在你怀中 裴云坐好 心平气和开口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他把我当兄长 很多时候徐征 都比较依赖我 我冷笑 即使是亲兄妹 也知道避嫌 裴云叹息 他有重度抑郁症 医生说尽可能 试试顺着他 他自小便缺乏安全感 他接着补充 我和徐征只是一起长大的 我把他当妹妹 你别捕风捉影 说完就去洗漱了 没有后续的交代 模棱两可的态度 直接将我气笑了 捕风捉影 在他眼中 和其他女孩子不清不楚 在他看来或许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对我来说 却是婚姻底线 以及原则性的事 毕竟千里之低 愧于已学 这几天裴云很忙 有时我听他在阳台上和徐征接电话 然后匆匆出了门 回来看见我满脸探究 他道 徐征家下水到坏了 说来很是巧合 徐征也住在这栋楼 只不过他是租户 只是我是目前 才知道 可能是怕我生气 他接着解释 我对这些熟悉一点 正好搭把手 物业比较磨蹭 他这么鸡鸡麻利 去当小区维修工得了 那天公司因为周年点庆 我提前回了家 一进门就听见 新房卧室说话的声音 我以为是爸妈来了 一推门就看见徐征和 裴云缠绵在一起 两人身体交缠 发出一些令人耳红心跳的声音 这间卧室全部是我亲自布置的 小道配饰摆设大道沙莲门窗配置 浑浊的气味加上劣质的香水扑面而来 我此时只觉得恶心 推门声引起床上俩人的注意 徐征涩缩地躲在裴云身后 他脸色通红 眼睛中带着隐隐泪花 我冷眼看着床上的两人 然后回到客厅 漫条丝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身后是稀稀苏苏的穿衣声 徐征拉着裴云的手 他坚定地看着我 语气听上去十分诚恳 对不起啊 我和哥哥是真心相爱的 要不你还是把你老公让给我吧 我多给你钱 你离开 我静静地喝啄水 瞥了他一眼 徐征被我的眼神看得有些无措 他拉着裴云的衣袖 躲在他身后 裴云道 领角 我们离婚吧 我还是更喜欢徐征 我放不下他 我向来懂得及时止损 这场婚姻也算彻底到头了 手机掉马桶了 大不了就换一个呗 难道留下来恶心自己 我漫不经心 我管你喜欢谁 即使你喜欢母猪也和我没关系 我已在墙上逆着徐征 一个男人而已 你喜欢就拿走 祝你们玩得开心 婚房是裴云妇的首付 装修部分都是我出的钱 既然准备离婚 共同的财产的好好划分 我补充道 只是装修的按照原来的1.5倍 裴云有些恼怒道 1.5倍 你讹人吧 房子材料的购买 以及装修包括设计 都是我辛苦盯着的 就连地板都是从英国选购的 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 如今国外装修材料早已翻倍 再加上前前后后花费的时间 其实也算合理 但是有徐征在一旁煽风点火 裴云去以为我在坑他 当晚闹得极其不愉快 我和裴云相对而作 他急着娶徐征 我却成了最有耐心的人 我继续慢悠悠喝茶 给你两个选择 如果你觉得装修的1.5倍太多 可以将房产证转给我 我付给你首付 裴云有些怒了 麟角你能不能失去一点 不要这么死缠烂打 再纠缠就没意思了 死缠烂打 说的我有多稀罕他似的 仿佛我追求的最大权益 是因为我想挽留他似的 当天并没有谈拢 由于我不喜欢被徐征污染的被褥 便去了自己的公寓 我和裴云很快办理了离婚证 对于破碎的婚姻 我说一刻也不想滞留 我父母在滨江小区买了一套公寓 这几日我都住在那边 窗外是清澈的壁流 我的心情也随之好了很多 隔天早上我刚上楼 就看见我所有的衣服 首饰 行李 都被扔了出来 这是谁的手笔完全不用多说 我先拍照保留证据 正准备找徐征算账 就听见狗撕咬犬吠的声音 接着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传来 门被打开 徐征头发乱糟糟的 他红着眼捂着手臂 神色惊恐 接着年糕扑腾出来了 他朝徐征凶狠的呲牙 徐征颤声指着我 麟角 你故意的吧 年糕是我给金毛曲的名字 我毕业之后 因为性格孤寂 不善于社交 便养了一条狗 这条狗陪伴了我五六年 我早已将它当成家庭中重要的一员 我有些疑惑 平时年糕异常温顺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给年糕顺了顺毛发 然后就听见徐征在旁边哭哭啼啼打电话 我看了他的伤口 并不严重 只不过是一些擦伤 徐征却哭天腔地 一副得了绝症就要不治身亡的样子 公寓门口围满了人 不一会物业也来了 你是麟角女士吗 有人举报你纵狗伤人 没有给狗带嘴笼 违反了合规养宠物相关规章制度 徐征坐在地上 眼睛红肿 姐姐 我知道 因为裴云和你离婚 你对我不满 但是你也不能纵狗伤人呀 周围的人一阵唏嘘 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裴云也来了 他扶起徐征 神色紧张 全程一眼都没看我 徐征的眼情湿漉漉的 姐姐既然你是爱狗人士 就理应遵守规章制度 今天还好伤的是我 如果换成其他人 指不定怎么讹你 顿时就有爱狗人土发生 能不要给养狗的人抹黑吗 为情所困就纵狗伤人 心肠真是歹毒 隔壁邻居大婶忽然冒出来 替我打抱不平 这个狗平时很温顺的 出门都会牵绳索的 我一直住在隔壁 看得比较明白 分明是这个小姑娘虐待狗 一语惊奇千帆浪 所有人都焦头接耳 神色异常 徐征眼泪阴晕 断断续续抽掖着 我没有 你诬陷我 姐姐你居然 多外人污蔑我的清白 众人又看着我 神色异常 我将年糕毛发顺开 展示在众人面前 金色的毛发下面全是淤青 徐征脸色一白 却仍旧嘴硬 你有什么证据 我翻开被扔出来的行李 打开电脑 将视频外放给所有人 监控中徐征将年糕 关在笼子中 然后用棍子抽打着年糕 年糕是被打低狠了 才抓的徐征 顿时人群议论纷纷 金毛本就温顺 我看狗咬亲了 这小姑娘居然虐待动物 心里真扭曲 哭得这么可怜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怎么欺负她了呢 你一言我一句 徐征鼻子眼情通红 可怜兮兮趴在裴云怀中 业务人员神色发冷 我们是为真正需要的人服务 不是供你消遣的 裴云主动道了歉 不好意思 我女朋友自小便缺乏安全感 我讥笑 缺乏安全感需要虐待动物弥补 徐征拉着裴云的手 泪雨朦胧 楚楚可怜 哥哥 我只是不喜欢 别的女人和你走得比较近 况且那本来就是你的 房子 既然都离婚了 我不喜欢别的女人相关的东西 占用我们的房 见 裴云摸了摸徐征的头 神色阴郁看着我 说到这个 我还没找徐征算账呢 众人吃完瓜 正要离开 警察却来了 众人不明所以 看看徐征又看看我 再看看裴云 于是继续抱闭关 看 我上前道 警官你好 这儿有个小偷潜入我房间 将我的东西全部扔了出来 徐征神色轻蔑 这是哥哥的房间 你才是那只赖皮狗 房产证上可没有你的名字 裴云拿出房产证 将证件摆在警察叔叔面前 警察叔叔公事公办到 林女士 房子是裴先生的 所以并不存在有人潜入你的房间 徐征神色得意地看着我 听清楚了吗 警察叔叔每天都很忙的 能不能不要因为批大点小事 就占用警力好吗 这么寡怜贤耻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将装修明细摆在警察叔叔面前 上面结款人全都是我 婚姻财产保护法上 房屋是男方所有 方由于装修而增值的部分 男方折价退给女方 裴云目前还没将装修增值的钱 汇入我卡上 那么就代表我还拥有着住房权 是不是 警官 警察同志点头 我笑着看着徐征 指着地上的衣物 首饰 行礼 道 这个女人潜入 我的房间将我的东西扔出来 还虐待我的宠物 我将监控视频交给警官 您过目 对了 刚刚他还诽谤我 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审舍叔叔们一致点头 警察放下手机 看着徐征一脸严肃 女士 你涉及扩坏私人财产 以及非法闯入他人住宅 言语诽谤 裴云意识到后果的严重 语气软下来看着我 领角 我们调解吧 徐征已在一边冷声道 多少 不就是钱 我照价赔偿就行了 警察看着他的态度道 皱眉道 这件事不光要赔偿 还得拘留 罚款 徐征缩在裴云身后 神色惊慌 他摇了摇裴云的衣袖 我不想拘留 会被查到底案的 他目前算是小有名气 如果被拘留在案 被有心人爆料出来 以此做文章 他的职业生涯算是彻底完了 裴云祈求的看着我 领角 对不起 徐征患有重度抑郁症 他缺乏安全感 今天这件事我代替他向你道歉 隔壁婶婶疑惑的看着裴云道 我记得 113房间住的明明是一对夫妻 这 个男士不是这位被诬陷女士的老公吗 他怎么维护其他女人呢 人群顿时一片死寂 片刻有人低声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样 小三插足背 原配的东西都被扔出来了 这女的真够贱的 破坏别人家庭真够不要脸的 隔壁婶婶来劲了 这两人还在一起时 这男的便隔三差五去帮这小三维修 说是维修 还不知道孤男寡女具在一室会干什么呢 还是警察将看热闹的人群浅散开来 裴云脸色十分难看 我选择了调解 没有急着将徐峥送进去 毕竟我的目的并不是将他拘留 我在意的是 我是否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 裴云深吸一口气 房子的装修 我按照原来的1.5倍给你 我们代年高 去宠物医院检查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这是以前的条件 现在不一样了 我开心地看着他俩吃屎一样的表情 慢悠悠道 房子装修按照原来的两倍付给我 代年高去宠物医院检查 徐峥骂道 你做梦 我转身做事拨打 刚刚警察留给我的电话 被裴云拦住 他仿佛下了很大决心 好 就按照你说的来 我和裴云取消婚礼 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我的配音在国际大会上获奖 公司因为配音需要合作了一个重要项目 便带上我 说成了我就是大功臣 经理路上一路嘱咐 让委会协商对客人客气一点 A市的晚上 滑灯初上 霓虹闪烁 对于酒吧 这是新的一天才开始 我刚做好 经理向我介绍 这位是华曼有名的投资方高总 投资方就等于金主爸爸 无论如何得赶紧抱紧大腿 面前伸出一双修长的手 直接纤细有力 你好 林小杰 姓慧 这声音怎么异常熟悉 我抬头 眼前的男人一身黑色西装 轮廓分明 眼眸深沉 这不是上次在裴云同学会上 见到的那位不嫌事大的高正宇吗 我一愣 经理用胳膊拐我 我握住男人伸来的手 露出标准的职业微笑 你好 高总 这种贵人每天遇见的人形形色色 而且上一次的事 都是好几个月了 估计也记不到我 高正宇低声用 只有我们俩人能听见的声音道 林小杰 上次的铁血手真是让人敬佩 我饮下的酒来不及吞咽 哽在喉咙 火辣辣的灼烧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承让 高总在华曼界如雷贯耳 为了公司项目配音项目 我不得不服低作小 一整个宴席讨好忽悠他 屋内气氛压抑 我出门透气却意外碰见了徐峥 他快速和朋友告别 跑来读卧 跟着我走了两步 看我没搭理他 然后便拿着电话交滴滴道 老公 你不用来接我 我一会可以自己打滴 说完 故作一副他就是爱我要死要活 怎么办的蠢样子 我冷笑 继续往前走 他拦截住我的去路 我和哥哥自小一块长大 说来你才是第三者 我停下脚步 直勾勾看着他 徐峥变本加厉 我知道我的行为不光彩 但是没办法 我和他是真心相爱的 我也是在解救你 哥哥根本不爱你 真是可笑 插足别人的感情 还指望我对他感恩戴德 我知道我的行为算不上光彩 为了得到哥哥我变得真坏呢 可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姐姐 你也是真够可怜 即使我有重度抑郁 哥哥也依然选择爱我 这么没脸没皮 还引以为傲了 我挑眉 这么爱你 怎么也不见你俩结婚呢 徐峥一致 仿佛被戳到痛点 他向我展示着 无名指一颗拉的钻石 哥哥已经向我求婚了 我们很快就能结婚 当初我和裴云订婚时 我的戒指都是五颗拉的 宫婆更是提前备好五金 虽然目前我已经退了回去 是吗 我笑笑不说话 谁家父母会允诺自己的孩子 娶一个心里有病的女人呢 裴云的母亲 出了名的刁钻 人面前和膳食则泼皮 当初还没结婚时 对我十分亲热 可当我嫁入裴家 短短两个月 他给我使了无数绊子 而裴云只是一个妈宝男 在他妈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 依照刑事徐征 怕是在婆家也不好立足 姐 谢谢你拱手相让 你的房间设计我可喜欢了 不用客气 装修的两倍足以在A市中央买下 比之前房子还大的房间 谢 谢你替我接手之前的房子 我早就想换一种风格 还有你的男人我也很喜欢 徐征看着我 眼神讥讽 姐姐 和你的男人在你的卧室坐起来 真的很刺激 我歪头打量他 原来徐小杰喜欢捡垃圾呀 你就牙尖嘴利吧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他表现得一脸无所谓 但是从他的神色 我知道他气得要死 徐征离开后 我将指尖点在木栏上 神色安然 看够了吗 高正宇从阴影出走了出来 很精彩 抱歉 回回都撞上这么精彩的戏 他将酒递给我 朝我举杯 林小杰这架势风采依旧 他这哪是夸奖我 分明是妥妥地笑话我 我和他碰杯致谢 隔天 裴云给我打来电话 林小杰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贱 我们之间好聚好散 你还招惹徐徐干嘛 他昨天一回家 就将装修砸了个遍 我搅着发丝 娇滴滴道 阿云 既然离婚了 就不要故意找借口联系我了 不然徐徐该吃醋了 果然 电话中徐徐坚厉的声音传来 老公 那个贱人说了什么 裴云掩饰 没 没什么 我直接将电话摁掉 加入黑名单 最近因为公司配音合作 很多事情我都得请示高正宇 关系也算熟络起来 我渐渐了解高正宇 他其实为人正直阳光 整体都挺讨喜 可偏偏藏了一张嘴 业务达标后 经理问我有什么梦想 我说为公司鞠躬尽瘁这么久 可以实现我周末三休的梦想吗 高正宇恰好路过 领角 梦想和痴心妄想还是有区别的 我 第四届子鱼洞漫展时 我被主办方邀请去现场配音 我在漫展上门口遇见了徐峥 他穿着JK制服 一群摄影师正在围着他 乌泱泱堵住大门 门口被拦了很多人 看见我 他更加耀武扬威 搔手弄自凹造型 我正要进去 被摄影师以拍摄为由拦住 我直接给工作人员投诉 C圈能够找点形象好的COS博主吗 裴云刚好来了 徐峥可怜兮兮说我歧视他 并在官方微博下爱特我 他如今粉丝过20万 算是小有影响力 草莓知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寻自己的爱好 对于个性差别 不喜欢走开就好 请不要歧视 C圈不喷盐 大致意思就是我歧视C圈 意图煽动COSAR 以及热爱COSAR的人士攻击我 近年来 国家越来越提倡文化包容 这条微博直接被顶上热搜 果然微博下面有人发言 互相尊重 不喜欢就绕道而行 没必须因为个人品味差异 而歧视差别 有粉丝直接私信我 我们C圈 遵纪守法 爱找你什么事情了 你不喜欢直接可以化走 更有男粉直接人肉我 将我私人信息挂在网上 并给我发鬼图 我直接一一删除 有路人替我指证 本人当时在现场 我作证 佼佼月光 并没有说 什么 只是因为草莓之拍摄 占用了公共资源 但是这波发言很快被湮灭下去 甚至有粉丝说 是我买的水军 强心洗白 辱骂 诋毁扑面而来 我的私信直接上万条 由于网络延迟 我发微博视频迟迟未更新 画面中是徐峥穿戴清凉 风向立即扭转 有人在下面留言 这个up主号涌呀 草莓之经常靠擦边来引流 但是万恶的资本太强大了 对对对 草莓之的宅男粉太强悍了 我上次就说了一句 靠思的不太符合动漫人设 被男粉追着骂了三天三夜 请不要给C圈抹黑 就是因为草莓之这种低俗的C圈才一直被误解 爱特微博官方 快来管制一下 以免带坏未成年 影响社会风气 紫鱼洞漫展官方微博 灵角小杰是我们这届主办方的责兵 我们一直尊重有家 请不要妄加诽谤 就连官方都站在我这边 替我发话 徐峥坐不住了 正和培云合计如何解决矛盾 但是很快草莓之的官方微博 直接被微博官方运营封杀了 晚上回家我被徐峥拦住 他一把淋住我的头发 你是不是想死 你害我丢饭碗 被业内人士封杀 我反应迅捷给了他一巴掌 他脸蛋立即高高肿起 你诽谤我的事情还没结束 不想坐牢就老实一点 蠢得要死 还是法盲 陪云将徐峥拦住 低声哄道 你肚子还有宝宝 和他见识干什么呢 没有工作 我养你 徐峥在培云怀中哭得梨花待雨 后来经理向我透露 子虞动漫投资方是高正宇 我一愣 那就意味着上次子虞官方微博 是高正宇帮我作证 徐峥消停了一阵子 去产检他怀了个男孩 裴木来并不待见徐峥 但是因为喜得孙子 对徐峥和颜月色了起来 我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 直到草莓之博主付出的消息传彩 徐峥如今改头换面 可能是被网络公司包装的比较好 他开始做抖音短视频 高正宇给我打电话 你去看看声优动漫比赛上入围的一等奖 我听着像你的声音 配音能够以假乱真 我很好奇高正宇如何识别我的声音的 我戴上耳机 毋庸置疑 这根本就是我的作品 三年前徐峥大学毕业 裴云祈求让我发一段配音 给他发小徐峥用用 当时我们说好 只是用于毕业 不能参赛 后来我找裴云要原声时 他告诉我徐峥的手机掉了 徐峥心真够大 居然用我的配音参赛 我诧异给高正宇打电话 你怎么知道配音是我的 你的声音很特别 我记得住 他怎么能盗用你的了 我把当初裴云让我给徐峥用录音毕业的事 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高正宇沉音片刻 便说 我有个想法 徐峥一气风拿着我的配音参赛 他路过我时 声音甜诺 姐姐 我不仅喜欢你的男人 你的配音我也喜欢 他作为代表 被邀请上台发言 徐峥神情慌了一下 硬着头皮拿着话筒 我在台下冷眼看着 徐峥以声音沙哑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他下台后 我就一直在音响旁边守着 终于 等到了我要的对话 徐峥今天邀请了裴云一同来 裴云的声音也被我和高正宇早就布置在后台的 麦克风收了进去 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现场让我配音 裴云 评委之前没通知你吗 没有 去他妈的 搞老娘是不是 你别急 我怎么能不急 你说这是不是灵角报复我呢 我拿他的配音参加笔 塞 他就想办法让我丢脸 不会的 他又不是评委的人 他可以揭发我啊 他那么绿茶一女的 什么事做不出来 恶心死我了 还有台下那几张猪脸 也好意思做评委 对话一字不落地传到前台 全场都惊呆了 徐峥彻底傻眼 所有人都冷眼看着他 他的入围资格当场被取消 还被公示大众 就连他之前COS 博主以擦边引流 以及插足笔人的婚姻 也被网友扒出来 他彻底身败名裂 被广 大网友口诛笔伐 因为涉及抄袭 影响恶劣 留下底案 他彻底成为无业游民 裴云另外去找其他工作 但迟迟没有被录用 裴云身为同谋 自然也受到了影响 他的公司以人品不过关 将他开除 更炸裂的是 裴云和徐峥早就领了证 徐峥生下的是一个女孩 裴云不知怎么想的 去做了亲子鉴定 却发现孩子并不是自己的 徐峥和裴云因为这是离婚了 忘记说了 一我和高正宇之所以 能改变采访环节 并在后台藏麦克风 因为高正宇是投资方 他有超能力 对这个比赛有赞助 在高正宇的推动下 评委会找到我 要把入围资格颁发给我 颁奖言是他替我落笔 我以为他定会狗嘴 涂不出象牙 却看见白镜印花的纸张上 洋洋洒洒 这才是实至名归 后来父母感慨 还好你能够及时止损 钥匙和裴云一直在一起 不知道有多少麻烦 会受多少委屈 知道的朋友唏嘘 还好佼佼当机立断 高正宇朝我举杯跟着感慨 还好裴云有眼无珠 给了我机会 我可不想学徐征插足别人婚姻 老婆沦为别人的床上玩具 我终于陷入了林家美女的温柔乡 老公 咱家无限王好卡啊 我去倩倩家蹭个网 老婆刚洗完澡 白嫩的小脚丫上 还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 穿成这样就去 王哥要是在家 那多不方便啊 我看着老婆此时正穿着新买的粉色真丝睡衣 里面完全真空 她弯腰拿手机的时候 领口里晃动着 一两无鱼 就她这身材 别说是外面的男人 即便是我都把持不住 结婚一年 我在她身上的耕耘 比在工作上多得多 老婆走近我 捏着我的小嘴亲了一口 这醋你都吃 晚上好好奖励你一下 说完 老婆给我留下了一个令人心动的背影 我口中生惊 她刚刚月经结束 这一个星期 我的却憋得慌 老婆也很会勾人 看我憋着难受 就让我好好攒着 等她月经结束一起给 说完我就开始兴奋 跟同事打游戏的时候都心不在焉 直到 我们刚打完了一波团战 就听见团队语音里面 传来一个女孩娇媚的声音 哥哥们 不好意思 我 我要挂一会 我男朋友想要 说完 他那个人物就不动了 我擦 什么情况 我愣了好几秒钟 今天晚上这是舞排啊 我跟我同事小张 小张的两个朋友 这姑娘应该是其中一个哥们找的陪玩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 语音竟然没关 里面传来一阵阵声音 听着那姑娘甜美的哼声 我越发的口干舌燥 满脑子响的都是床上那点事 结束之后 那姑娘似乎是嗓子叫哑了 又打了一把 我们今晚的峡谷对抗告一段落 我正不解的时候 同事小张给我发来消息 林哥 爽步 我当然明白小张的意思 爽个屁啊 咱们听着 你那哥们搞着 白来的现场直播 虽然只是听听声 但那姑娘可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你听那小嗓音 叫得多甜啊 我感觉小张说话的时候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没错 声音确实是好听 小张紧接着又发消息 其实我那哥们今天 就是特意为了证明一下 之前他说能找到学生线下陪玩 气氛到了 什么都能干 我还不信呢 孤独 我不禁吞了口唾沫 这花钱的吧 花不花钱那都是自愿 就刚刚那姑娘 长得可水灵了 一般人花钱也上不了吧 说着 小张给我发来几张照片 如果只是艺术照 我或许还不会太在意 可偏偏发来的是那哥们自拍的床照 这一下我算是彻底信了 林哥 明天上班说 别让嫂子看见了 不好 见小张要详细给我讲 我赶紧解释 你嫂子不在家 去隔壁蹭网 打游戏呢 我看着小张正在输入 却又好像删了 似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话 我等了足有半分钟 他才继续给我讲 听他说完 我才明白 这种职业叫做线下陪玩 原本只是单纯的陪着打游戏 陪着逛街 吃饭 看电影什么的 但是行业发展需要 为了赚钱 就肯定会拓展业务 再者说 男男女女 在一起玩着玩着 就擦出火花了 摩擦升个热 做做运动 交流交流感情 也是情理之中的 所以根据小张所言 刚才那事情很正常 说不定俩人 现在已经没开二度 擦枪走火呢 林哥 你如果想要 找个时间我帮你约 我有事 先不聊了 小张说完这么一句 就再没给我回消息 我赶紧筛了聊天记录 趴地上做了几个俯卧撑 为今天晚上的酣战做准备 好不容易等到老婆回来 却看着老婆一脸的疲惫 那两条白润的腿 挪布都好像有点费劲 盘腿做的时间太长了 腿疼 还没等我发问 老婆就来了这么一句 上了床 我手刚顺着真丝睡衣摸进去 老婆就撕了一声 老公 明天吧 今天腿疼 我 老婆是内衣模特 那一对圆润嫩滑 简直就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结果我今天刚一碰 他就不让了 兴致缺缺 我等老婆睡了之后 跑到卫生间里 看着手机中的波多老师 解决掉自己一个星期的积累 说实话 看波多老师的也没什么意思 不论是颜值还是身材 他真不如我老婆 要是我老婆也能有他那技巧 该多好啊 我心里琢磨着 第二天早晨 我醒来的时候 老婆已经出门了 我准备去上班 刚一出门 就看见对门倩倩拎着行李箱 倩倩 要出差啊 我老婆总在人家蹭往 我对人家自然要客气一些 不过说实话 我以前不太好意思主动跟倩倩说话 因为倩倩是个小明星 身材好 打扮得靓丽 而且自带一种冷艳的气质 她的颜值 就有点像是当红小花一样 还演过背部的裸替 当时看到她的身材 我差点在老婆面前都失态了 我是真心羡慕老王 刚出差回来 倩倩很官方的冲我微微一笑 笑得很甜 她笑起来 月牙一样的眼睛也跟着弯了 那种感觉真是惹人生怜 卧槽 不对啊 倩倩刚出差回来 我老婆昨天晚上还去他们家蹭网 而且这一蹭就是好几个小时 回来之后 林哥 你不舒服 倩倩放下手提香朝我走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令我回过神来 没有没有 我就是在想 你这么漂亮 还要这么辛苦 经常出差 倩倩红唇抿了抿 脸上透着一抹无奈 没办法 演艺圈吗 能一泡而红的毕竟还是少数 一泡 我看着倩倩那身材 雪白雪白的 顺着领口望进去 根本一不开眼 心想着如果她真的想一泡而红 估计也早都大红大紫了 但是倩倩出差刚回来 昨天老婆在王哥家几个小时 到底干了什么 林哥 吃饭没 请你吃个饭 顺便有点小事求你帮忙 倩倩见我发愣 竟然举止青桃的 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我脸都没来得及红 就听见她嘀咕着 也没发烧呀 怎么感觉妆甜不对劲呢 咳咳 没有没有 那个 我还得上班 如果有事的话 咱们一会先微信联系 我心脏狂跳 说实话 跟老婆结婚之后 老婆以外的女人 基本上没有谁能挑起我的兴趣 但倩倩不同 倩倩就有种我心中白月光的感觉 不论是颜值还是身材 又或者是她的身份 所以感受到她的肌肤 触碰在我身上时 我是真有点慌了 正赶往公司的路上 手机忽然传来了倩倩的信息 倩倩 林哥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我 晚上 要不叫上王哥 还有我们家章鱼 倩倩 我想单独约你 发完这条消息 倩倩似乎是觉得发信息太慢 直接就打来视频电话 林哥 邻居快一年了吧 咱俩都没一起吃过饭 今晚单独请你 我发现倩倩竟然是在换衣服 虽然她已经换得差不多了 但是此时正在穿丝袜 我看着她那两条雪白雪白的腿 还有那刚拆封的巴黎世家的包装带 心脏越跳越快 她这哪里是穿丝袜 完全就是展现那两条美腿啊 我脑海中开始浮现出她当裸替时候 那绝美的身材 不又咽了下口水 尴尬的是 我咽口水的声音被她听到了 林哥 哦 好好 那咱们去哪吃 你定吧 时间地点你定 回头发消息给 我 说完 倩倩就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面还有些犯嘀咕 其实这种事情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老婆 虽然只是吃个饭 但我心里面却隐隐的 有些惦记倩倩的身体 况且 我也挺憋气的 老婆昨天晚上去倩倩家 却是与老王独处 俩人到底干什么了 正想着晚上怎么找借口 老婆突然打来电话 老公 我今天晚上要出差 你在家要乖乖的哦 出差 又接到新通告了 对呀 先不说了 我要收拾东西 准备资料 还有稿子要备呢 老婆匆匆挂了电话 每一次要出差都是如此 有一些广告是要求去工厂 所在地拍摄 所以老婆经常出差 起初我还跟她说 尺度大的不要接 但现在做内衣广告的 哪有几个尺度小 不过好在不会漏的太多 薪资不错 我也就找到平衡了 这一下 不必担心晚上怎么跟老婆撒谎 找借口 可以光明正大地带着倩倩出去吃饭 到了晚上 我给倩倩发了地址 来到餐厅之后 倩倩坐在我对面 林哥挺有风情的吗 我看着倩倩 心中暗道 我有风情 有风情的是你吧 巴黎世家的白丝 白色的小短裙 白色的露奇小吊带儿 外面一个针织小开衫 这清新的打扮 完美的身材显露出来 尤其是她走起路来 深浅摆动的频率 别人或许看不出 但作为她的邻居 我看得出来 她里面没穿内衣 真空上阵 出来吃完饭 这也太便宜我了吧 倩倩 王哥没在家呀 她再不在家能怎么样 林哥 你胆子这么小 咱俩吃个饭 你张口一句王哥 闭口一句王哥 你有多怕她啊 男人 哪能被人这么说 倩倩说完这话 我当即反驳 不是怕王哥 主要是 咱俩单独出来吃饭 这要是让王哥知道了 怪不好的 林哥 可不要口是心非哦 担心她误会还选了个情侣餐厅 选了个卡座 倩倩舌尖轻轻舔了舔嘴唇 弯弯的睫毛在眨洞时特别勾人 正当我尴尬时 倩倩表情变了 章鱼又出 差了吧 我一愣 啊 你怎么知道 倩倩压低声音 林哥 我替你不值 章鱼不是去出差 而是去约包 林林我当即就猛了 我老婆应该不是那样的人吧 我虽然想要反驳 可以想到昨天晚上老婆去找老王 待了好几个小时 回来之后腿都软了 老王今天晚上也出差 他们俩应该是去开房了 倩倩说得很笃定 但我却依旧有些犹豫我 说实话 倩倩 你这么漂亮 身材这么好 我要是你老公 我肯定不会在外面乱搞的 家花哪有野花香 林哥 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想玩我的时候玩我 想玩别人老婆的时候 就玩别人老婆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倩倩越说越激动 未免被别人听见 我赶紧低声制止 可她却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无奈之下 我只能绕到她那边 抬手捂住她的嘴 结果这一下可好 她闪躲 手不偏不倚 直接就把她的小吊带儿 给掀起来了 大白兔 弹又弹 我们俩瞬间都冷静下来 我赶紧收回手 慌乱着要背过身子去 可倩倩却一把拉住我的手 直接把我手放在了她胸口 这一下 柔软的感觉瞬间把我吞没 林哥 老王睡你老婆 你就不想报复她 不想睡她老婆 倩倩这句话 是压垮我内心防线的最后根稻草 各玩各的 有什么不行 今天晚上她跟老王在外面玩得那么嗨 咱俩就在这餐厅里面 说着 倩倩的手已经顺着我大腿摸过来 在被她抓住之前 李志还是战胜了冲动 倩倩是好 也是我做梦都想睡的女人 可事情没查清楚之前 我心心念念 都是老婆现在在什么地方 跟谁 做什么 林 真是个傻子 我听着倩倩在背后骂我 但我依旧冲出餐厅 坐在外面点了根烟 林哥 你就那么相信她 我正想要给老婆打电话确认一下 就听见倩倩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看着她那修长的腿 我赶紧收回了目光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犯错误 我老婆不是那样人 我咬着牙 说的其实也是违心话 我现在心里面很乱 好吧 其实是章鱼找我 让我试探试探你 所以才故意做了这么一出戏 昨天晚上去我家 也是安排好的事情 就是为了 让你误会 造成那种假象 倩倩说完 老婆就从不远处的车上走下来 我没忍住 当场就热泪盈眶 老婆 我紧紧地搂着她 泪花闪烁 你长本事了啊 竟然背着我 约倩倩出来吃饭 你不知道我们是好闺蜜 老婆小拳头捶打着我的胸口 我却开心得不行 原来一切都是试探 差点误会她们 当天晚上 我们回家之后 老婆穿上了新买的兴趣内衣 除了常规的几个动作之外 她还用了很多之前我想要 她却不愿意给我用的技巧老公 为了让你舒服 让你开心 为了给你奖励 我特别学的 喜欢吗 喜欢 太喜欢了 我被老婆这软绵绵的声音给弄的 忍不住又来一次 这天晚上 我睡得很香 翠日 老婆又是早早的就去上班了 并且告诉我今天晚上是真的要出差 经过之前的事情 我对老婆自然不再有半点怀疑 同时也在倩倩那边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吃过早饭 我准备去上班 结果刚开门 又恰巧碰见了邻居 不过 这一次却是王哥 出差啊 王哥 这话 我总觉得似曾相识呢 王哥转头看向我 一脸的疲惫 嗯 出 差刚回来 哈 我挠了挠头 看着王哥脸色并不太好 王哥 你出差 刚回来 是啊 破壁公司 我都出差半个月了 你也知道我家那位 我在外面是天天惦记 生怕他不检点 王哥说完 打着哈欠进屋了 我擦 见鬼了啊 我头皮发麻 前天晚上 老婆去倩倩家 曾欧可倩倩家里面没人 不对不对 一定不是这么回事 王哥 我看你媳妇好像也出差来着 昨天 刚回来 我弱弱的问 老王点头 对 没错 前天走的 昨天早上回来的 这是你都知道 你小子不是惦记我家倩倩的吧 孤独 我吞了口唾沫 整个人都傻了 到底特么谁说的是真的 老王家不是密码所 家里没人 我老婆是 绝对不可能去他们家蹭网的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昨天早上出门上班 正巧碰见 我连忙打哈哈 更不敢让老王知道 昨天晚上我跟倩倩出去吃饭的事 我先回去睡觉了 说完 老王打着哈欠走了 这一天我都过得浑浑噩噩 像是丢了魂样 林哥 看你无精打采的 是不是嫂子出差了 临下班之前 公司小张找到了我 我看着小张那一脸坏笑的样子 就知道他没憋什么好屁 今天没心情玩游戏 小张却笑得更灿烂 没心情玩游戏 可以玩姑娘啊 他四下扫了一眼 小声道 林哥 原来我那哥们是有特殊渠道 专门找线下陪完今天有个超级漂亮的姑娘 据说是小明星呢 我叫了陪你玩游戏 我就不爱听小张说话 明星玩游戏能怎么着 能带我上网者啊 你怎么不懂呢 那天晚上 你没听着那个音乐学院的小丫头 哼记的声音多诉人啊 这么一说 我才突然想起来 小张说的可不是单纯的游戏陪完 正当我犹豫呢 小张用胳膊肘对了我一下 林哥 上个季度的业绩考核 你得帮我打分 这次我请你 帮帮忙 就凭你这魅力 什么小明星不也得被你迷住 说着 小张还冲我做了个骑马的姿势 我捶了他一拳 不置可否 当天晚上 小张叫我出去喝酒 然后给我安排了住的酒店 其实 有些事情并不是我想占人便宜 而是人家花了钱 就会心安 比如小张考核这件事 虽说是板上钉钉的 但小张还是想要花了这份钱 为求心安 如果我拒绝了 反而是让他难堪正当我酒意正浓 在房间里面准备睡觉的时候 房门响了 几次之后 我去开门的时候 透过猫眼一看 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是倩倩 酒店瞬间全无 我脑海中回荡着之前小张说过的话 今天晚上有个小明星陪玩 那个小明星 难道是倩倩 这特么的多少钱一晚上啊 呸 不对 倩倩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我晃了晃头 还觉得不太现实 可如果他不是 那怎么可能这么巧 出现在我房门 谁啊 我没开门 捏着嗓子问 玩游戏呀 倩倩张口说道 我吞了口唾沫 顿觉口签舌躁 倩倩 真的是倩倩 此时在看他 外面穿了一件薄薄的黑色风衣 与他白嫩的肌肤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化了妆 不过是那种淡妆 看起来十分清纯 这高冷女神范 怎么看都不像是出来 做那种事情的 或许只是单纯的陪玩 可倩倩刚跟老婆试探完我 如果现在被他知道了我 不对呀 之前是有蹊跷 为什么不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好好问问倩倩 私定 我开了门 见到是我 倩倩愣了 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足有半分钟 之后 他红唇微微一弯 林哥 原来你也叫线下陪玩啊 进来吧 确定了倩倩的身份之后 我料想倩倩也不敢随便把我的事情说出去 否则他怎么跟老王解释 刚一进屋 倩倩就脱掉了外面的风衣 他里面 穿的是黑色蕾丝情趣内衣 这看到我差点鼻血直接喷出来 见状 倩倩微微一笑 林哥 咱们还得先打游戏呢 帮你叫陪玩的老板正等着舞排呢 我咽下口水 心里面的确痒痒 游戏打滴野心不在焉的 很快 就出现了那天晚上的一幕 团队语音里面传来了我男朋友想要 很快就有声音了 而我这边倩倩也没闲着 她来逗我 三两下我就忍不住了 很快 语音中的声音此起彼伏 都快交织成一首歌 不多时 当我们都结束之后 我长长地叙了口气 而此时倩倩也躺在我怀里 媚眼盯着我 似笑非笑的 关掉游戏后 倩倩问我 刺激吧 我点了点头 这辈子都没体验过 倩倩 有件事情哦 我想问一下 前天晚上 你不在家 王哥也不在家 文言 倩倩笑了 林哥 你是想问 章鱼前天晚上去哪了 是吧 听到这话 我连连点头 倩倩一笑 你就不想知道 今天晚上 章鱼在做什么吗 今天晚上 她 出差了啊 有通告 要出去拍摄内衣广告 倩倩只是听着我说 但却没回应 但我看着她那表情 心里面开始发慌 过了半分钟 倩倩见我还没猜到 便指了指手机 刚刚语音里面 那个姑娘 用了变声器呢 你就不觉得 她的叫声熟悉吗 我背后发凉 你什么意思 陪另外一位老板的 就是章鱼 倩倩话音刚落 我抬起手 就想要给她一巴掌 但我忍住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倩倩 如果你骗我 我会把你的事情 告诉老王 大不了都别过 面对我的威胁 倩倩却表现 变得很淡定 不骗你 说实话 是我带她入圈的 她当时抱怨赚的少 你的工资又太稳定 买化妆品 买包 开销太大 所以想要找点赚钱的活 起初 我问她愿不愿意陪老板 只是来钱最快的 她说不要 她很爱你 不想做对不起你的 事情 之后她总是找我 我就问她能不能线下陪打游戏 可以不做什么 但是要穿得很性感 会发达 她同意了 结果做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晚上 她就跟人过夜了 她说那个人是她的同学 当时在学校疯狂地追她 她没接受 如今再见面 太尴尬 那同学还答应给她 五千块钱 只做一次 她就同意了 从那之后 一发不可收拾 前天 她并没有去我家蹭网 每一次她说去蹭网 实际上都是有约 去线下陪人了 说到这 我忍不住了 那昨天你们还说试探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倩倩 你是骗我的 对吧 你担心我把你的事情说出去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我会烂在肚子里 绝对不说出去的 我冲着倩倩伸出三根手指 只希望能够从她口中 得到一个答案 哪怕 那个答案是在骗我 我真的经受不起 这样的打击 老婆竟然陪那么多男人睡过 而我却全然不知 可倩倩只是轻叹了口气 钻到被窝里面 轻轻张开小口 及时行乐吧 咱们的事情 你要当作没发生过 以后 直接联系我 就不用花钱了 至于章鱼 你想怎么做 我可以帮你 但前提是 不能让她知道咱们的事 听了她的话 我点了点头 觉得很有道理 人生若有艳遇 即使行乐也最好不过 我还有一个人生若有艳遇